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会去重新去检查一些 纪念前嫁接的一些芒果 像我们看这边有一颗 我们还记得 上次我有弄了 最近弄了一个盆子在这边 我们有看到 这个从小时候原本是嫁接的 嫁接之后呢 总共有五个芽段 后来呢 有两个也死掉 所以 死掉的这块 它又开始腐蚀这样子 后来呢 我要做一个盆子 要保护 剩下的这三个芽段 加接的芽段 做一个盆子 把这个土地弄高 目的呢就是因为这边 它就一天不如一天的 又腐蚀掉嘛 会这样子 所以唯一的做法就是 把这个土弄高 维持 这剩下的三个可以从上面长根 它才可以维持到 到底了 所以到今天我们看到 这三个芽段 有两年已经 结果很多了 已经有两年 可是这一棵呢 每年都会有一些害虫 它会一直钉 所以很多都已经掉落在 地上面 我们看好大 每一棵这样子 可能差不多一公斤 差不多一公斤 我们看这边也是一样 它会钉这样子 然后慢慢的会坏掉 上面那果 它开始 长出那果的 果汁来走 慢慢的会掉 掉落下来的 好 这是第一棵 上次这棵 底部好大 底部好大 好 现在我们再去看另外一棵 旁边还有一些 像这边还有些 可是这边也是家街 可是我从别的地方 买回来啊 上面那边有果了 哇 这几天 都没有下雨 这好好的 这黄金又开始垂了下来了 这黄金又开始垂了下来了 等到明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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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好 这边 也是家街 现在已经差不多了哈 好 好